這個問題我們剛剛是用公司來解 不過它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你重新再跑一下程式的時候 重新把資料下載 因為它會先清除舊資料 然後再重新下載 你的剛剛做的又回到原點了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寫一個VBA程式 所以怎麼寫 我先run一下給各位看 很簡單 其實就是一個for回圈 裡面再加一行就搞定了 OK 它的原理原則很簡單 就是把每一個儲存格資料通通抓過來之後 中間再串接一個斜線 並且把串接一個斜線的結果 再寫回到它原來的位置上 就完成動作了 OK 大概的原理原則這樣 然後我時候跑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結果 就是我要的 中間加斜線 那這個地方程式該如何撰寫 所以程式不多 那我接下來的話 就按部就班來寫 首先的話 我們先我再把它更新回來 因為重新再下載一次 它又恢復了 有沒有就又沒有斜線了 OK 差別看得出來吧 有沒有斜線 放大一下 這樣沒有斜線 那如何寫一個修正日期的一個 這個VBA程式 那跟各位講 以後反正你要寫VBA程式的第一步 一定要有模組 第二步的話呢 一定要有個SUB 所以很簡單嘛 就是SUB名稱給它 那至於這個名稱要叫什麼 我們就簡單叫修正日期好了 按個Enter 就OK了 所以記得以後要如何寫VBA 你自然會寫吧 模組SUB名稱Enter 搞定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寫你要寫的 那當然你要寫的時候 你如果不會寫全部的儲存歌 你就針對這個儲存歌 這個儲存歌叫A2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指向這個儲存歌的位置 至少有兩種方法 我這邊在 程式就寫在SUB跟NANDSUB中 你會發現前面一定有縮排 就按個縮排 按TAB 那如何寫 第一個的話 我先修正一個好了 我先不要那麼貪心 我不要修正權 我就先修正第一個A2 那A2儲存歌要如何表示 當然你用Range RangeA2 不過RangeA2它會指向的是一個 前後要雙以後是文字 可是以後如果跑回圈的話 它基本上會變化是一個數字 所以通常我們會給它 用另外一個表示的方法叫Cell加S Cell10的話指的也是儲存歌 哪個儲存歌呢 你就刮鬍之後 它會問你說你要修正的是哪一個儲存歌 這個儲存歌 它會先問你說RowIndex 哪一列 第二列 痘點 後面的話會問你說哪一欄 所以給你兩個參數 就是第二列的A欄 A欄的話除了你可以用E 不過E比較不容易理解 所以我的習慣會把它改成這樣 A欄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Sales的第二列的 其實就指A2 A2這個儲存歌裡面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把這個資料抓過來這邊之後 先抓前面的四個字 前面四個字用Labs 這個蠻像剛剛的那個公式 只是說你變成你要自己打上去 不能用插入函數 然後呢 我把這個前面的四個 哪個前面 就是它這個儲存歌 所以再把這個Sales 第二列A欄這一段 把它複製貼到Labs的後面 就是我要取它的前面的四個字 所以逗點4就可以了 然後括弧 有沒有 那如果啦 那你如果打這樣子的話 執行會怎麼樣 執行的話它就會只有2024 OK 我現在先不執行啦 因為執行 它等於資料也沒完成 空一格後面加斜線 空一格 and再空一格 然後再加上一個斜線 這種打法跟剛剛公司很像 不過有個地方不一樣 有沒有感覺 就是呢 在and前後一定要加空白 你說這不是剛剛公司很像 為什麼 規則 所以不要問為什麼 這規則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定要前後加空白 有沒有 and的一個斜線 然後在and什麼呢 一樣 mid 所以剛剛不是用mid mid 錢瓜糊 然後抓這個資料是哪個 抓這個資料 再一樣把這個資料 有沒有 然後呢 的第五個字 取兩個字 OK 然後再空一格 and 所以and斜線嘛 所以這邊有and斜線 就這一串 and斜線and 然後拿這個來 來用好了 這樣 OK 複製過來 然後再and什麼呢 write 然後呢 哪個資料 一樣這個儲存格 所以在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兩個字 豆.2 好 程式就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的話 當然 如果我把這個優標移開的話 因為我都打小寫 如果你假設程式沒打錯的話 理論上這個m跟r會自動變大寫 c也會變大寫 有沒有 這個會自動變大寫 那表示你沒打錯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目前沒有斜線對不對 那我針對a2的這個資料 它就是先把資料抓過來之後 把它串個斜線再把它存回去 所以這個運作的流程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中間串斜線之後 然後呢 再把它寫回去到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等號有沒有 不是什麼前面計算的結果放在後面 不是喔 剛好顛倒 是把後面的結果 串接完的結果丟回去前面的位置 所以得到的效果會怎麼樣呢 執行一個 各位看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多一個斜線了 OK 不過你說老師 這樣好像只有一個 那底下還有什麼 第2 現在是2嘛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3到多少 按右 Ctrl向下 到3是9對不對 那我勢必呢 當然你會想說 那我如果3要怎麼辦 3就是比較笨的方法 你就把它這行復制對不對 然後把它貼到下面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3 有沒有 3、3、3、3 只是執行這兩個就 可是你不對啊 吃啊 複制到39 所以如果假設以後你遇到這種重複的範圍 必須要做處理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想到有一種敘述方法 在程式裡面很重要 一種敘述方法 叫回圈 回圈的話 在VBA的回圈 比如說我今天是希望讓它產生的是第2列到第39 那你的敘述的話就是直接打一個4 後面空一格加一個i i的話是一個變數 指的就是說你希望在哪個數字到哪個數字之間做變化 OK 它就幫你產生 所以第2嘛 空一格 到的話就2 空一格39 然後你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esser 好 這個時候的話 i就會先產生2 Nesser 意思是下一個就變3 Nesser就變4 一直到39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把這一行把它搬到中間 然後一樣 這一行把它按個TAB 讓它到下一階 就大概寫成這樣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很簡單 把剛剛Sales裡面的列號改成什麼 很簡單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必須要改幾個i 一個 兩個 有沒有 三個 四個吧 OK 好 這樣的話如果你改完的話 恭喜 你就把這個修正日期的成日寫完了 OK 執行看看 不過啦 這個可能要修正回來 我把它重新下載 因為這個剛剛跑過了 如果你現在跑它會變成多一個斜線 所以這個把它執行一下 讓它重跑 恢復喔 接下來按一下修正日期 有沒有發現 底下的話呢 就一次性的就全部寫完了 就改完了 當然如果你如果執行修正日期一次 你不要再按一下 如果再按一下它應該會錯 因為這個位置是for剛剛最早的那個資料 所以如果寫完之後 你想說 老師那下一次我如果執行這個資料下載之後呢 如果我還要修正日期變成我還要再執行一下 它才會做第二件事情 那有沒有辦法乾脆一次執行兩個下載完 自動幫我修正就好了嘛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一次執行兩個sub的話 之前我們是教同學是什麼 多增加一個sub然後把兩個串在一起 是一個方法 不過這裡不用那麼麻煩 直接在這裡怎麼樣 把這個sub名稱放在這裡 哪裡呢 它的end sub的上面 然後打一個call就可以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資料下載之後有沒有 那接下來順便幫我把日期修正 這樣就OK了嘛 所以執行一下 有沒有 馬上修正完成了 OK 那這樣爬蟲應該就會更完備了 等於你給的資料就是正確的 那之後再畫圖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所以待會的話 第一個請各位把這個修正日期部分完成 這個可能要慢慢自己習慣一下 說真的這個程式沒幾 沒幾個次 但是每個意思都很重要 OK 中間其實重點應該就是這個串接 把它先串前、中、後 串在一起寫回去 串在一起寫回去 好,範圍有了 OK,試試看好了 OK,試試看好了